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媒体估计的情况下从利物宝手中买到天武云拿 大家不要忘记 在未来新的球季 其实这个已经是他们的第2个大收购 因为之前较早 他们已经在 亚迪斯买到薛耶治 所以天武云拿已经是第2个收购 他们可能正所谓杀得盛起乘性追击 现在非常厉害的传闻就说 他们第3个收购很大机会是李斯特城的Ban Chilwell 但是这位球员 转会费肯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是英超 尽管看看Guardian的报道 Guardian就说 天武云拿刚刚5千多万磅同意了 如无意外 只要是利物宝出不了同样的价钱 他下季就会在士丹福桥作赛 林伯特也跟他谈过 大家沟通了就很明白大家的想法是怎样 这个project 有一个共通点 OK 所以车路士就静静追击 不要浪费时间了 继续谈下一个 下一个他们的目标 就是李斯特城的Chilwell 他们也知道这个转会是困难的 因为这个第3个转会 他们要谈的对象就是李斯特城 一般来说他们在转会方面都是咬得很紧的 暂时来说 这位Ban Chilwell 23岁的球员 跟他们有合约 到了2024年 还有大把时间 慢慢跟你谈 据报道 我曾经看过另一个报道 就说李斯特城甚至乎要求 Ban Chilwell的新价 近乎 他们上年 卖哈利物街的大约是8000万英镑 不过这里 Guardian就说 至少也要6000万英镑 究竟李斯特城 是否真的要求6000至8000万英镑 这一段 的价位呢 据说车路士是愿意付钱的 不过大约是4500万英镑 就是他们的最高出道价钱 说真的 还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 因为传闻是8月才开始 未来的转会枪 甚至乎可能再退后也未顶 所以我相信 亦还有多 时间可以谈 老实说如果你看回 和李斯特城谈 和之前两个转会的 谈的 难度和 双方来回 讨价还价 肯定是困难了 因为李斯特城 虽然 大家都受到这个停赛的影响 但李斯特城相信 他们始终有个比较红厚的班主 都能支持 李斯特城很有趣 他基本上就要 认定了 球员有接班人 他才肯卖给你 现在 我认为 Ben Chilwell 会不会去到车路士 一个很大的取决 原因 就是李斯特城 是不是已经找到一个 代替品 或者接班人 可以这么说 有趣的地方就是 车路士本身 自己的阻集球员 都有两个 就是Marcos Alonso 和Emerson 所以来说 其实我自己有个提议 不知道 会不会车路士 除了用现金去买Ben Chilwell 就可能 要给球员交换 Alonso 或者Emerson 两个 会不会 令到李斯特城 容易 一点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转会的谈谈 另外 李斯特城 根据 Guardian的报道 他就说 其实在几个重点球员方面 他们就不是那么愿意卖 包括James Madison 他们已经列为了非卖品 另外几个球员 例如 Soyoku Soyoku 接替 哈利麦加亚的中坚 尼迪迪 或者Piera 这三个球员 都有其他球 很有兴趣 根据 Guardian说 如果 李斯特城要卖人的话 就有很大机会 Sonyachi 尼迪迪 和Piera 三个 可能会卖一个 所以 在 车路士来说 如果要用钱 去买Benture 在现在的情况 就未必是那么乐观 因为除非他们出到 至少也要到 6000万英镑 李斯特城才会考虑 但是 据车路士的看法 因为已经花了两个都不少的数目 去买了 会不会再花那么多钱 去买一个左闸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会不会拿球员去交换 有一个办法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 今次的节目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未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 足球头条的YouTube频道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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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saya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喜欢 发行官员 对于乡人的 在这边 这里 卡丘 变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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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